各位觀眾 來到我們熟悉的那個沙田的新天王店 結果這邊的樹呢 全部都剃頭了 突然間變得好亮喔 不要來看我啦 我現在剃腿了 昨天跑那個 那個 21K我跑了16K 然後很光榮的搭上了 包車的回收車 所以我們現在有點剃腿 你不要這樣看我 我沒有那麼多的 那個DV跟你們一起跑 我現在是鐵腿的狀態 那這影片 現在這個是直播 然後呢我下午有錄了一段影片 就是帶他們中午 下午有帶出去用那個 DV錄的 那已經上傳到YouTube頻道上了 那我等一下會把它打開 然後那個影片就是跟大家介紹那個 那個 怎麼樣 就是用另外一種方式享受路跑 簡單講就是這樣子 就是很多 我相信大家在對於路跑 就是都是一種榮耀 一種光榮的堅持你知道嗎 就是 想要跑到結束 然後就是那種 最後那種完賽的那種光榮感 這個我懂 但是呢我個人對於路跑的那個定義不大一樣 就是路跑有很多種玩法 我的玩法就是呢 以收集路跑的回收車為主 所以 等我影片剪好了 再放上來跟各位分享 我是非常勵志非常熱血 就是非常非常 就是身為一個國際回收車大使 我覺得 不要問路跑問你做些什麼 要問你為路跑做了些什麼 那我們的做法呢就是 一票完到底 一票完到底的概念 有人說昨天 因為昨天我發了一個我的那個 腿的就是貼腰部 然後在那邊按摩的照片 有人說你不是坐回收車嗎 你幹嘛 你幹嘛要 要就是 有這麼嚴重嗎 你你 欸親愛的 我上一次 我上一次參加17K的時候 我跑了 8K被回收 8K的時候被回收總 那這一次呢 我挑戰21K半馬 我跑 我居然跑到 我跑到16K 跑到整整16K才看到回收車 所以我昨天是跑了16K 比我上次8K還要多一倍 我上次17K我跑了 我跑了8K被回收 這一次21K我跑了16K被回收 幹 怎麼可能不鐵腿 我平常都沒有在練 所以呢 很多人會質疑我說 啊你 你怎麼那麼弱 欸 你跑個16K看看 你跑16K 平常沒在訓練 你跑16K 怎麼可能不鐵腿 對不對 所以 不夠沒關係 因為昨天呢 依然我還是 創下了我路跑生涯的新紀錄 這樣講好了 以往我上一次 第一次做回收車 是在上一次的比賽 今年呢 2019年是我個人的 人生的路跑年 怎麼講 我從今年開始參加路跑 第一場路跑就是 在今年的7月 7月的時候 在北韓的國際路跑 那個時候是只有10K 我是完賽的 沒辦法 因為如果我在北韓 應該是沒有回收車這種東西啦 如果有的話 我很怕就是沒有跑完 他們會槍殺 所以我要用生命再跑 但是呢 這一次 在交八年 我們預警交八年的路跑17K的時候呢 欸我意外發現 居然有回收車這種東西 非常的不錯 做一次就上癮了 其實這非常勵志 也可以跟很多呢 勵志想要參加路跑的朋友呢 可以做個參考 不一定真的要跑完 路跑呢 其實有很多不一樣的體驗 就是 我上一次我做到回收車以後 我真的勵志 我要收集每一個路跑的回收車 所以這一次呢 很榮幸 我們不只收集了回收車 我們這一次還包車 把整個騎山鄉鄉路跑的回收車呢 包車 整棟車都是 整台車都是我們自己人 而且還是第一個上車的 我在北韓的路跑得到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體驗 就是不要跑第一 也要跑最後第一 為什麼 因為你在跑的過程 第一個回來的 當然大家會歡呼 但是你跑最後第一個回來的 大家也會萬眾矚目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逆向思考也是不錯的 人生呢 不一定要追求到最前面 但是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 去完成一個自己屬於自己的比賽 這個非常勵志 今天這一個直播 你們有看到有賺到 各位親愛的朋友們 如果你們想要 想要參加路跑 其實不要害怕 去參加就對了 就是 以搭回收車為主 雖然說明年的4月 明年4月有漫威的路跑 我有報名 我報名好像10K了吧 還是5K我忘記了 反正就是一個很簡單可以達成的 那個我就要跑完 因為跑完才會有那個 那個寶石可以拿 所以那個沒辦法 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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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好笑阿 你幹嘛覺得我在好笑 我是說真的啦 你不要啦 你這麼大塊你也沒在跑 你不知道路跑有多辛苦 你知道 那個 好啦好啦 來 這個非常重要 就是 我會把這影片剪好 然後再跟各位 所有對路跑 不管有沒有興趣的朋友 都可以分享 尤其是 如果你立志跟我一樣 想要當一個國際回收車的那個大使 我們就一起努力 來為回收車打拼 人生有很多的目標啦 我們就把目標放在回收車上 然後這個做為回收車的國際大使呢 我覺得這個宣導非常重要 什麼叫做一票完到底 你看很多的路跑的選手 他們在跑的過程呢 就是一開始就很認真喔 熱身 然後做了很多的準備 然後開始跑 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然後跑到結束 然後可能中間的那個休息站啊 可能都是喝個水 就直接繼續趕時間繼續跑了 為了是一個非常時間上的榮耀 這個部分的話這是運動家的精神 非常棒 very good 但是呢 另外一種玩法就是我現在講的 一票完到底的玩法 路跑有很多種 我們參加路跑是一個精神 那精神我們有了 我們有參加我們有報名 而且花了報名費了 再來呢 就是體驗路跑的所有的設施 你看每一站都有不同的休息站 有不同的工作人員 他們準備了各式不一樣的餐點 像昨天旗山香蕭路跑 他就會 有很多的旗山在地的 什麼香蕉餅乾啊 香蕉蛋捲啊 香蕉什麼東西 南瓜餅 這個東西 你能不吃嗎 人家都辛苦準備了對不對 而且呢 你都已經花了報名費 當然要好好的去體驗這一些 不一樣的過程 尤其是 最後搭上回收車那一段 真的是賺人熱淚 當你踏上回收車坐上去以後呢 整體的感動都上來了 你這一路辛苦都值得了 相信我真的會很感動 你看下面陳子少同學也有來 就知道了 因為我們是一起做回收車 從第一次做回收車就是一起做的 這非常的感人啊 所以今天這一個直播呢 其實主要就是跟所有 不管是有沒有興趣參加路跑的朋友呢 都可以分享 就是 路跑有很多不一樣的玩法 相信我 相信我這一位國際的回收車大使 好這是跟你們分享的經驗 那也期待我的影片 影片呢 會交代非常多 我們在中間的所有的過程 非常的艱辛 非常的辛苦 才去完成收集到 所有的中間在休息的過程 他們的準備的精緻的餐點 這部分呢 你看一邊跑要一邊吃 我雖然有收到網友給我的來信說 喔原來你是參加大衛王比賽 我以為是路跑的影片 當然啊 每一個人對於這種定義是不一樣的啦 那對我來講喔 就是一票完到底 好不好 就是 你看很多人 花了一樣的錢 但是呢他跑完 然後就去玩賽里 然後去吃 但是他就錯過了中間 所有主辦單位 細心準備的精緻餐點 喔這個 這個很可惜啊 我們就是不能浪費主辦單位的心意 所以在很多的細節 detail 他們的細節上呢 我們都有去品嘗到 我們都有去享用到 這部分很重要 這個這個真的 這個 現在我自己講我都感動啊 我又再感動一次 我雞皮疙瘩上來 你看 雖然看不到喔 真的很感動啊 就是 雖然我現在tatui喔 但是甘之如矣 就是跑了一趟回來呢 體重好像有變重的趨勢 哈哈哈哈 這個真的 真的不一定說 因為我們搭回收車喔 就是上一次的經驗 跟這一次的經驗 最後回收車的司機 都會沿路去詢問所有的人 就是在跑的路 的跑者說 有沒有要上車 有沒有要上車 那但是我們在回收車上 看到的所有的那些跑者 他們的眼神非常的堅定 他們一直往前跑 然後直接跟司機說不用 不用了不用了 我們再一下子我們就跑完了 非常非常的感人 但是呢 你有想像一件事情嗎 當我們坐在回收車上 然後呢 翹著腳在那邊丟的丟的 看著那一些艱辛的路跑 在那邊的跑者 在那邊堅持說不用 司機不用 讓我跑完 我要堅持到最後一步 我絕對不能輸 我不能輸給我的意志力 我不能輸給路跑 我不能輸給所有的 所有期待我跑到重點的那一刻的 所有的教練 所有的親朋好友 他們在熱血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在車上 吹著冷氣 翹著腳在那邊看 跑者 那個 雖然他只簡單回答了 不用兩個字 但是呢 我們其實都可以 從他站斗的回答中 感受到他們其實有很多心裡面 就我剛剛跟你們詮釋的那一段的感情 所以我們也是會感動的 所以很多時候就是這樣 你是 我們有不同的層次去看到 看一個同樣一間路跑 就有不同的收視面可以去體會 他們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堅持 我們在車上都感動了 這個你知道參加一次路跑 你可以得到這麼多回憶 得到這麼多不同方面的感受 那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所以呢 在這邊鼓勵大家呢 當然 可以常常運動 多運動 是一件蠻不錯的事情 那台灣呢 其實一年 舉辦的路跑 絕對好幾千場 應該有 但是呢 各位 你看這兩個 不要緊張 把我拿著手 還要滾 你們兩個太多了吧 這個就是一樣 一樣是路跑 就是有很多的跑者會像這樣子 一直不斷的 追求 突破 努力 然後呢 我們來訪問一下 這一邊是回收車這一派的 就是 他們呢 就是也是跟我主人是一樣的 秉持著 秉持著 就是呢 可以 站在遠方 看著大家努力的在那邊跑 然後呢 自己坐在回收車上 丟的丟的 這一邊就是回收車主的 他們的精神呢 也是著實讓人非常感動 所以今天這一個直播 簡單 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等一下我 我會把我下午路的那一段上傳上去 那一段呢 講得比較細 就是包括 我們在搭回收 搭乘回收車啊 然後 一些艱辛的 細節呢 都會在那一個影片跟各位分享 那如果說你們真的有興趣 等我這一兩天把我們路跑的所有的 影片呢 全部都剪完 剪好以後呢 再跟各位 讓你們 實際的可以去體驗一下 就是 如何成為一個 國際回收車的跑者 非常勵志 這非常勵志 你們現在畫面看到就是天南地別 這一邊就是呢 屬於堅持跑到最後的跑者 這一邊呢 就是跟我是一樣的 我們都是屬於那種回收車牌 所以 不是說做回收車就不好 因為主辦單位 既然都已經準備了回收車 他們都已經花了一筆預算 準備了一台車 準備了一個司機 你能不體驗嗎 這個很重要啊 我們不要浪費 主辦單位都已經做這件事情了 我們就是可以去好好享受 所有主辦方提 設置的一些設施 這個就很棒啊 就是一票完到底嘛 就是 有一種舊本的概念 就是 有回本啊 就是整體下來 我昨天整個跑下來 真的 就兩個心得 一個就是腳好痠 一個就是肚子好飽 大概是這樣喔 所以 我相信現在下面應該有很多粉絲朋友 都有被我感動到的 搭回收車 不是一件丟臉的事情 這是一件光中耀祖的事情啊 所以希望呢 我們 我昨天跟陳子少有講 我們看來應該可以成立一個 國際回收車的一個社團 然後呢 就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大家一起 以後可能有一些路跑活動 大家約一約 然後我們一起跑 一起配速 跑一樣的速度 然後一起上回收車 這很感人耶 你看 以後會說不定會帶動路跑的另外一種風格 新的境界就是 很多人呢 可能一些職業跑者 他們就是要徵求榮譽 他們會跑前面 那沒問題 但是呢 也是會有一些喔 就是說不定未來會有新的趨勢 就是每一個路跑的主辦單位 他們都會去 他們都會去 比說 這會會 因為想要招更多的那個參賽者喔 他們可能會有一個不一樣的文宣手法 可能就是說喔 他們的獎牌啊 多麼精緻 多麼美 然後所有的收招設施 或者是一些不錯 以外 他們可能就可以 就是有另外一個文宣是說 我們的回收車上面有buffet 然後我們回收車呢 上面可能還有什麼不一樣的按摩椅 或是不一樣什麼設施 就是有不同的玩法 我們可以跑出不一樣路跑的新境界 這是一個很棒的方式耶 所以呢 這一邊 希望這一個直播呢 可以讓更多的那個路跑的主辦單位看到 就是呢 可以有更不一樣的思維 不一樣的企劃 可以來滿足未來呢 更多我們這一類型 就是專門專職職業型回收車跑者的一些方式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還不錯啦 就是希望大家一起 可以跟我們一起當車友 我們大家一起坐回收車 一起去感受 當然你前面還是會跑 然後呢 可以感受一下他們準備的餐點啊 然後一些有的不的 然後呢 最後一起搭上回收車 然後也真的真心希望呢 未來的路跑的主辦單位 可以在你們的回收車上呢 準備一些buffet喔 就是可以讓辛苦的回收車的跑者 可以在車上 在坐在那個車上喔 在那邊翹腳到的到的的時候呢 還可以吃到精緻的餐點 精緻的buffet 很勵志 今天這個直播非常的勵志喔 就是 給所有 不管你有沒有在運動的朋友呢 都可以參考 不一定 你看我們平常也沒在運動 但是我們參加一場路跑 回來的是滿滿的故事 跟滿滿的回憶 還有滿滿的榮耀光榮 就是尤其是搭上回收車那一刻 而且昨天是真的完全包車 整台回收車 就只有我們自己一個人 那自己的人 我們四個人 一起搭回收車 你知道那種感動喔 真的是千言萬語 我們無法去 就是用太多的心思 太多的語言去表達我們 坐在回收車上的那種悸動 那種感動的感覺 所以呢 你一定要親自坐一次回收車 你才可以跟我們有一樣的感覺 所以呢 希望呢 所有的親朋好友們 如果未來還有機會呢 可以一起參加路跑 一定要好好搭上回收車 然後他們去跟隔壁的狗狗玩 多多居然把他的石頭丟在地上 那我們不要扭他 我們來看我們回收車的 目前的吉祥物就是這一支 我們就把這一支定為回收車吉祥物 久久的精神呢 從狗界一直不斷蔓延到我們人類的 很多活動上 可以坐就不要站 可以躺就不要坐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棒的一個 我們回收車大使的一個精神的象徵 你看可以躺就不要坐 非常酷 真的因為這一場 今天你們真的有聽到有賺到 非常勵志 希望所有的未來有心想要參加路跑的朋友呢 可以一起加入我們 國際回收車的行列 我們希望未來有空 可以真的可以創一個社團 我們可以在上面交流一些搭乘回收車的心得 然後呢一起當車友 我們一起在各大陸跑界呢 可以當個車友 就是大家的We are family OK 講到我又突然間感動想哭了 真的太勵志了 就是難得禮拜一大家Monday Blue 但是今天這個直播你們真的看到 有看到有賺到 我現在真的雞皮疙瘩又上來了 就是又想到我搭乘到回收車上的那一份感動 我真的忍不住想要再跟你們再分享一下 那大家真的在等我一下喔 因為我這兩天在把那個回收車 不是我們在路跑的那個影片呢 在完整的跟各位介紹 因為其實你們現在片面聽我在講話 或許感受不到那一份真質的發言跟真質的溫度 當你們看完影片你們就會懂 因為雖然說我們報名21K 我們中間走路的過程呢 都還是有在努力的在做 扮演好我們自己跑者 職業跑者的角色 除了我們中間呢 不斷的去吃每一個休息站的所有的飲料 跟他們的精緻的餐點食物 中間還有一個呢 有剛煮好的肉羹 非常好吃 以外呢 其實在每一個休息站的中間 都是考慮我們跑者精神力跟我們的那個支撐力的一些重要的因素 因為每一個關卡大概都兩三公里才會有 所以你吃完這一站以後 你要支撐到下一站呢 那是一筆非常非常需要堅持下去的動力 你可能還沒有吃到下一站 回收車就來了 所以呢 怎麼樣可以在做到回收車 光榮的做到回收車之前 又可以把很多餐點吃好吃滿 這一點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精準的配數 然後還有就是你在分配每一個餐點的時候呢 不能吃太多 因為你要留一點之後可能還有更好吃的 這樣繼續吃下去 才是我們對於回收車路跑 其實馬拉松的不一樣的認知跟感受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這邊 真的很感人 我們這影片中間呢 我們每一站的過程 我們都很認真的在冷宵圍 很認真的在講一些垃圾話 噴一些垃圾話呢 讓我們支撐到下一站 那個休息站去吃到下一站的美食 這就是一個精神力的表現 真的我覺得 或許你在這個社會 其實很少人會跟你講這麼認真的真心話 但是我今天我站出來了 我不為江湖所有的人在那邊散笑我 做回收車這件事情 做回收車也是有愛國的好不好 我們一起搭上回收車 我們一起當室友 當車友 我們一起為回收車呢 盡一份努力 就是不要問你為回收車做了些什麼 要問回收車問你 不要問回收車問你做些什麼 要問你為回收車做了些什麼 噢真的很感動 今天非常非常的勵志 那為什麼我要一直講話 我都不走路呢 因為我鐵腿 所以我沒有辦法走 我只能在站著 不斷的不斷的跟你們大家演講 不斷的 告訴你們 這一個回收車 坐上回收車的那個感動 有多麼的溫暖 多麼的觸動人心 有多麼讓人覺得 原來世界還是充滿希望 尤其是回收車發動的那一刻 你所有的絕望都不見了 你大家看到回收車在往前走 等一下多多不要亂叫 我現在踢腿的辦法走很快 好沒有要玩了 沒有要玩了 我們今天演講到這邊就好了 好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 我們看一下 這最後讓感受一下職業跑者的奔跑 然後 欸大大 過來 大大去跟隔壁棚的狗狗玩了 好啦那最後今天我們就跟各位分享到這邊了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的 我們路跑的影片 我敢敢看這一兩天呢 就可以上片了 非常的勵志 非常的感人 真的我相信呢 看完這些影片以後 我很擔心 我們這個影片會改變 所有台灣路跑界的生態 以後大家呢 就不是以路跑為主 大家都是在拚回收車 可能很多的主辦單位開始說 我們回收車除了把費以外 上面還有游泳池 或者是說呢 有一些回收車上面 像剛剛講 紫紹講的總統座椅 總統座椅基本款 我們還有敞篷的回收車 像好萊塢那種 遊街那種 觀光的回收車也有 然後或許呢 可能他們可能還會有 流滑梯 有很多不一樣的設施呢 等著我們在回收車上享受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棒的一個 新的企劃 希望呢 所有的主辦單位呢 都可以看到這個直播 然後呢 可以參考我們的意見 身為國際回收車大使 我覺得回收車呢 也是一個 未來新的族群 可以讓更多的不同的好友呢 可以去體驗一下路跑不同的樣子 今天呢 我非常發自內心的演講到這邊告一段落 那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 我要回家 我今天 不是退退而已 我站久了腳也有點痠 好啦 那 真的很感人啊 我真的 我自己講的都起雞皮疙瘩 我相信在座的所有的親朋好友們 你們看到這個影片 聽到這一段話的時候 也是一定會跟我一樣感動 希望呢 我們大家一起 手前手 新年新 一起為回收車的未來呢 盡一份心力 一起努力 我們一起當車友 我們一起改變路跑的生態 一起搭上回收車 一起加油 掰掰